還簡單的貼圖 什麼台灣雪辣 你罵人家雪辣在台灣是有價格的 你要付出代價 我一定找你的嘛 不可以再騙騙了 我現在就慢慢來跟你講 你慢慢就會明瞭 好不好 他說 我的憲哥變化 那個 他裡面寫什麼 我忘記 他說我的憲哥 憲哥 這裡這裡這裡 我的憲哥壞掉了 你們的憲哥沒有壞掉 沒有壞掉 我都在這個行業裡面工作了幾十年 細長你的時間 你覺得憲哥頭腦有問題嗎 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藝人的工作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心裡面有沒有我們 我們的一個 政治上面想要支持的人 因為我的一票 也是可以選擇立法委員啊 選市議員啊 都可以啊對不對 但是呢 我 我有沒有去表態 其實我沒有啊 沒有表態的原因只有一個 文藝兵 他就是要撫慰人心 這個就是藝人的真諦 你們放心 三四十年過去了 我 人 依舊在這裡 而且我鄭重跟所有的好朋友講一句話 吳宗憲 永遠不會讓你失望的 昨天已經講到那些很惡質的人 開始去講 不罵中國大陸 我就是不愛國 不是這樣 這樣不對 我也沒有去罵任何民進黨的人啊 我也沒有去罵任何國民黨的人啊 罵新黨的人啊 罵任何政黨的人 這個就是藝人不應該介入政治的角度 你回頭你看看 館長 你如果不出來罵人 你還有什麼市場 你那個小弟是吧 那個是你的小弟是吧 喔你以為我們就不會找他 那一定的 收吹是一定的 還簡單的貼圖 喔 什麼台灣俗 你罵人家俗在台灣是有價格的 你要付出代價 我一定吹你的嘛 我又不是網紅 我又不是健身網紅 就靠這些啦 對不對 出來挑動大家的敵對 我不是 我不要這樣子啊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是一個藝人 這樣館長聽得懂了嗎 現在你講話會大聲的原因是什麼 台灣 你認為現在是你的台灣嗎 不是這樣 台灣還是我們的台灣 我台灣大比例比較久 如果 有什麼樣的內容 我隨時想跟大家說明 我就隨時跟大家講一下 好嗎 愛你們